和刀姐去旅遊的感覺 這次是覺得自己很貴窮 因為一向自己去旅行比較少購物 自己本身對購物的概念很弱 突然看到買東西不懂 關於時尚也不懂 這次我真的很學習 農夫他們倆就不斷買 我看他們倆好像錢花不花 很踴躍地慫恿他們倆買東西 從刀姐去旅行 這次緊張得來有點輕鬆 因為你不可以遲過她出發 總之一定要很準時 所謂的準時就是要早到至少十分鐘 即是你遲過早到十分鐘已經是遲到 這件事令到我們每天都提醒自己 要早過刀姐 我們簡直是在電梯口等刀姐下來 今天又早過你了 刀姐就很開心 為何輕鬆呢 因為有刀姐在這裡 她很均真 她希望你能夠準時或早到 同時她不希望拍攝遲了進度 所以你一定能夠準時下班 我和獅君去過無數次不同的地方 不過都不是旅行來的 主要都是工作 但今次這一個有埋翠魚和刀姐的旅遊節目 我們自己都覺得真的舒服過旅行的 首先因為有刀姐在這裡 我們的行程是不需要那麼緊密 又不用那麼早起床 亦都不會那麼遲下班 而因為有刀姐在這裡 我們是吃得很好 因為刀姐是不吃東西的 全部都是你吃 全部都給我們吃 亦都因為有刀姐在這裡 所以我們是買東西都基本上 沒有帶錢 刀姐是你死吧 最後都不會幫我們付 只不過這個行程 我們自己是不需要安排任何東西 而又那麼舒服 所以真的舒服過去旅行 我和陸永其實都和刀姐合作很多次 又認識了很久 所以我們一早知道這個習慣 就是要早過她 即是她已經早十分鐘 我們再早她一點 但刀姐應該是新一點和刀姐合作 頭兩天我們就坐在這裡等下刀姐 我便跟刀姐說 黃刀魚 黃刀魚遲過早十分鐘 然後我們每天都這樣 咦 又是等翠魚 我們就在刀姐面前 不停搬弄翠魚的是非 結果好像去到第三天 已經被翠魚知道了 於是乎她亦早了很多度 司君她說她自己搬弄是非的同時 她已經搬弄了一個是非 就是我沒有和她一起搬弄是非 搞翠魚 是她自己搬弄是非搞翠魚 現在再搬弄是非 所以說我有份搬弄是非 所以我和翠魚關係和刀姐一路都沒有問題 而刀姐亦都說過 如果要入刀姐會 我是一號會員 我已經一定是一號的了 農夫她經常欺負人 她們兩個經常擦刀姐鞋 擦完刀姐鞋之後又踩我一句 但幸好刀姐她明白事 你知道她兩個主力去說廢話 所以經常擦她們 所以我看見都姐擦她們的時候 舒服了 有個景點就是 我們真是好位遊客 我們去到巴黎結塔 少不免大家都拍照 其實我們都經過幾次 第一次大家下去拍 當然了解 你第一次見到 經過幾十次都要下去拍照 我們幾個 即是我和陸永和翠魚 沒有了 即是拍了一兩次OK 刀姐其實都OK的 但刀姐的助手 即是我們的好朋友 嘉蘭小姐拍了很多次 拍到刀姐都忍不住問她 你有沒有拍到二十張照 二十張巴黎鐵塔有沒有 她自己又不太好意思 最好笑的是拍完照 她還要買了 巴黎鐵塔仔的紀念品拿走 她真的很喜歡巴黎鐵塔 好阿 好